很高興和大家一齊 頭子祝福我們每一位都能夠得蒙神的恩典 我們其實活在一個非常之特別的時候 在一個非常特別的時候 我先講一些引言和介紹 我們這個世界在未來的20至40年 是會有極大的改變 以及非常多的災難 我有什麼根據這樣說呢? 我想講一講 大家可能聽過巴黎的氣候轉變協議 大家有沒有聽過? 新聞曾經有講過 講到什麼呢? 希望在這個世紀至到2100年的時候 這個溫度比在工業革命之前 溫度只是提升1.5度 可能大家聽說1.5度不是很重要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這個地球的溫度 是比全球的普遍溫度 如果比當時高1.5度有什麼發生呢? 地球上的4分3以上的珊瑚會死掉 還有很多災難 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災難 很多山火 如果大家留意新聞 你會發現在美國和加拿大 是有很大的山火和很多人燒死 在中國有水災 在歐洲有熱浪和水災 大家有沒有留意新聞這些發生的事呢? 是比以前更加強烈的 他們說八年一遇 我想告訴大家 不是八年一遇的 可能每年都發生這些事 因為現在的天氣已經一直加速 現在的溫度比工業大革命之前 即是發明蒸氣機等等 現在是高了1.2度左右 再高了0.3度 後果就是大部分的珊瑚會死掉 其實現在在澳洲全世界最大的珊瑚礁 叫做大寶礁 已經是死了超過一半 他們就想說 這個珊瑚礁 已經是一個頻危的珊瑚礁 而且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發生 我們用的膠袋 大家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我想告訴大家 這些膠袋 其實這個世界上 每天有很多膠袋的廢料 進入在海裡 在海裡有什麼發生呢? 它們會變成非常小的微粒 這些微粒 那一陣子就會被魚吃了 以及蜆 蠔 蠔 一直吸收 有很大量的魚死了 在這個世界上的生物 一方面就是人的捕捉 是非常破壞性的 尤其是一種很破壞性的方法 就是拖網 我一拖的時候 將海底的全部 那些珊瑚 或者生物 那些海底的植物 都被殺死了 那我講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世界會越來越熱 《聖經》有講到 這個世界 這個地球會有一天熱死人 其實現在都會熱死人 不過去到什麼比例 那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有很多人就預測 在2030年 即是九年之後 左右 這個地球已經會超越 在工業大革命之前 1.5度 已經是非常強烈 到2050年已經超過2度 超過2度的時候 全部的珊瑚會死掉 那珊瑚死了 那珊瑚死了 就沒得看珊瑚 不是這樣的 而是整個生物的平衡 海洋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廢 除了大森林之外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海洋 海洋就是因為很多植物 吸收了二氧化碳 放出氧氣出來 令到地球能夠更加平衡 當這些生物一直死的時候 這個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大的災難來到 而我們是會看到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折省用能源 以及用環保膠袋 不要買 不要用膠袋 你說買菜當然是給膠袋 但其實這些是破壞性 但這些只是小部分 有很多很多這個世界發生的事 令到這個災難越來越重要 我想說這個和我的主頭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關係就是我們需要預備好自己 給神使用 因為在這些困難的時候 有很多人有病 大家有沒有發覺很多人有情緒病 很多人有身體各樣的問題 皮膚症 很多皮膚的問題 各樣的問題 失眠的問題 因為很多我們在吃的東西 其實我們這裡每一個人都有很多塑膠 我們每一個人 因為我們吃的魚 吃的生物 全部都有塑膠在裡面 海水也是有很多塑膠 我們吸收了很多不好的廢料 進入我們身體裡面 所以現代的人有很多問題 他們曾經捉過鳥仔和鯨魚 大家有沒有聽過鯨魚擱淺 很大量的鯨魚和海豚擱淺 他的肚湯的時候有很多的塑膠 吃了 還有一些鳥仔也是一樣的 我想說這些就是我們真的在末後的日子 根據現在的進度 有些人說他們有這個氣候協議 應該進步 但大家看到 有多少車轉為電子車 有多少工廠不再用煤氣 不是煤氣 而是煤 即是用煤的能源 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發電的方法 都是用煤的能源 是製造很多污染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世界並沒有改善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情況 是世界越來越多問題 而基督徒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要在這個世界上作見證 變了影響周圍的人 為他們祈禱 所以我們一定要多操練為人祈禱 有些人說不要輪到我了 我已經年紀大了 我已經年紀大了 沒有什麼作為了 我想說 神的能力不是計你有幾年紀 或者你有幾學識 是計你幾願意 幾親近神 而在末後的日子 哪些人能夠生存和有力 是依靠神的人 因為到將來 聖經講到 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人們一定要拜壽和受受印記 才能夠買到食物 在那時候我們只能夠依靠神 親近神 得到神的供應 以至我們有食物 不是用人的方法 如果拜壽 大家記住 拜壽或受受印記 他們永遠不能夠得救 有些人傳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網上很多錯誤資料 說打疫苗是受印 有幾個人聽過這個消息 我看看 有幾個人看過 網上看過 有幾個人看過 我想說這個是完全錯謀 在啟事律十三章說到 有瘦出現 並且他能夠戰勝全球的人 並且殺害凡是不拜這個壽的人 並且這個壽是他曾經受過死傷 然後他就醫治好 於是人們就拜他 並且做了這個壽仗 這個仗 並且會說話 是一個偶仗 但會說話 於是人們全部都拜他 而所有人都要受這個壽印記 其實這些全部都沒有發生 但有些人就會說 在網上傳流很多的錯誤教導 就說 你打這個疫苗 你就是受了收影機 你就不能夠得救 這是錯誤的說法 並且在網上有很多奇怪的說法 大家如果上網一定要分辨 有些錯誤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保羅說的是不對 即是說性的 保羅書信全部不對 這麼離奇都有 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奇怪的事 有一個叫曼德拉效應 有幾個聽過曼德拉效應 這裡 一個聽過 兩個三個 他們就說聖經改了 他說曼德拉效應 魔鬼就用方法改了聖經 並且改了所有的書 那些書有引用聖經 全部改了 以至全部的經文 即是有些經文改變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回應 他們所有說改的經文 只是一些 不是那麼重要的經文 並沒有影響到救恩 並沒有影響到基督徒的行為 如果魔鬼要改 他不是改那些 因為這些人用的方法 只是用一些 大家不太記得清楚的經文 其中一個例子 很多人說 信與不信 緣不相配 不要同乎的騙 他說 聖經本來是這樣的 你現在看聖經是說 理門與不信的 緣不相配 不要同乎的騙 因為很多人 他們 講這個經文的時候 他們是用錯字 就這樣說 信與不信 簡化說 但是他的經文是 理門與不信 他就說 魔鬼將它改了 有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引致很多人以為 聖經錯了 改了 在這個世界上 有越來越多這些迷惑 所以我們一定要 在聖經上 扎根 以及在真理上 扎根 在與神的關係 很穩固 不讓人影響 從神得力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會提升 我們今天的訊息 就是如何為人 討告 帶來身體醫治 就是說 為什麼呢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 很多人有情緒問題 很多人有失眠 基督徒是有責任去影響他們 因為聖經說到 審案病人病人就必好 我們有這個權力去做 左手邊這個圖是什麼呢 就是阿蘇薩佳這個大復興 在羅省這個1906年的大復興 這個人是有肺盧病 是死的 但是居然在阿蘇薩佳是被醫治 很多不同的疾病被醫治的 另外這個右手邊 就是我自己為他祈禱的 我在宣教的時候 這個人他有乳癌 我就說你放鬆的人 輕鬆想著耶穌愛你 投入祈禱讚美耶穌 他又很投入 他說我讚美耶穌 結果他充滿喜樂 他說我來的時候 我有一個多月 他的乳癌的胸部已經是痛 醫生也都驗到他是有乳癌的 然後在祈禱的時候 他說祈禱不痛了 很神奇他回去之後 他就找醫生查了 是沒有了乳癌的 我在網上也有他的影片 即是這個影片 你找乳癌的 你會找到這個影片 即是神真是賜給我們 這個權力和能力 只要你多親近神 什麼引致身體的疾病 我們首先要認識 他在祈禱的心乃良藥 憂傷的零屎骨枯乾 很多人擔心憂慮 城市人的生活 很多時候緊張 還有有時候 明明沒事就會當有事 每天都怕不開心 在一種壓力之下 基督徒應該好些 不過有很多基督徒都不是 為什麼呢 他沒有想到信耶穌 也將一切的事交給神 口就說 但是他心裡 當他看到很多事情發生 譬如香港很大的改變的時候 心就很擔心 很多憂慮 這些是會破壞我們身體的 如果我們想榮耀神 一定是神照顧一切 在聖經講到 一切所有的事都是神的掌管 即使來到大災難的時候 都是神掌管 我們不用擔心 聽神說的人 神一定保守到底 因為聖經講到 拜壽的人受壽印記 就不能得救 才能買到食物 基督徒就全部餓死 但是基督徒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證明神會有方法去供應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 還有 因為現代人少了勞動 少了勞動 少了運動 多數在室內工作 還有在室內看電視 看手機 這都是很多人的生活 經常都看手機 影響睡眠 以至身體有各樣的問題 很根源的就是疏遠神 因為神是健康的來源 你想要健康的話 你一定是親近神 然後得到神給你的健康 還有 而且犯罪是會帶來破壞性 在約翰福的五章十四節 耶穌跟他說一個人是 坦了不能動的 他躺在地上 耶穌說他治好他 治好他之後 耶穌跟他說 他已經傳如療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即是犯罪是會遭遇得更加厲害 有些人說我又沒有偷東西 又沒有殺人 但是我們犯罪可以是擔心憂慮 不親近神 沒有尊重神 沒有親近祂都是罪 我們求主赦免我們這妻的罪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因為魔鬼來到就偷竊殺害毀壞 那怎樣叫讓魔鬼留地步呢 在這個經文上下文說什麼呢 就是不要犯罪 不要含露到日落 還有不要再偷了 總要努力親手做 正經是有餘可以分級 缺少的人 所以被魔鬼留地步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罪中容許罪破壞 有一個真理非常重要的 因為基督徒都相信 我們悔改犯罪之後 你有沒有破壞呢 有些人都會罵 我要離婚了 我不想再見到你了 你失蹤吧 當你說完這句話之後 就算你請他搖延你 那個關係有沒有裂痕 是會有的 任何的罪 都會有一個破壞性 所以這個 上一個經文說到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注意到更加厲害 就是犯罪 是會帶來很大的破壞性 就會被魔鬼留地步 簡單一個例子 如果一個人犯奸淫 他跟太太說 對不起我犯奸淫 我認錯了 太太對他的信任 會不會改變呢 是一定會改變的 所以我們要明白 我們即使罵人一句說話 發脾氣 不想見到一個人 任何的表現都會破壞 但有些人就說 他不好我當然會發脾氣 那是不是一定要呢 他不好是他的問題 他問題是不是 我一定要發脾氣呢 其實不是一定的 很多人信了錯誤的道理 就以為他錯誤 我一定要發脾氣 邪靈可以帶來疾病 但不是所有疾病都是邪靈來的 我們記實 不是所有疾病都是邪靈來的 在經文說到 馬虎福音九章二十五節開始 有說到龍瓦的鬼 吩咐在他裡頭出來 馬太十七章十五節說到 癲靈的病 耶穌斥的鬼就出來了 那個小孩就傳語了 不是所有癲靈的病都是邪靈的 龍瓦不是全部有邪靈的 不過邪靈可以帶來問題 因為當日在最終的時候 他家庭裡的人 可以有更多疾病的情況 還有很多人沒有照顧身體 其中一件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吃糖分碳水化合物 尤其是精製碳水化合物 什麼叫精製碳水化合物 譬如我們吃菊 吃米 麥 那些是沒有經過磨碎的那些 那個胃是需要消化的 它有很多纖維的 還有菜那些 那些它需要消化 所以用很多精力 而且不會這麼快吸收 但是所有買的甜品 蛋糕、糕點 它的糖分已經是即時可以吸收 有很多人經常吃這些 還有喝汽水 很多人不知道喝汽水 一罐汽水等於三個橙的糖 沒有人會吃三個橙那麼多 而且你吃橙是會消化 要時間消化 但是喝一罐汽水的時候 它即時就吸收了 那對於身體有什麼影響呢 是很多問題 會肥 膽固醇 很多人以為膽固醇是吃肥 其實來源是碳水化合物 你可以上網去查 但是我們應該怎樣 吃健康的 即是說 吃菜 豆 吃酒 吃魚 還有一些肉 就不是吃… 即是有些人經常吃蛋糕 麵包 甜品 喝汽水 那些 薯片 這些都是非常破壞性的 或者不運動 情緒有問題 睡眠有問題 這些都是對身體有破壞的 這裏我講到不健康的食物 尤其是加工的碳水化合物 即是精緻的碳水化合物 那會引起什麼問題呢 大家看看下面那裏 糖尿病 血管心臟問題 脂肪肝 我們吃了糖 吃了糖分 是要在肝那裏儲存 如果用不完 肝就會有脂肪 有脂肪有什麼問題呢 那些脂肪不在周圍 在肝裏面 那些細胞裏面 那些細胞就變了很多脂肪 當有很多脂肪的時候 它不能夠運作 它開始纖維化 亦都容易有肝癌 凡是你覺得肚腩 好像車胎 開始有小車胎 你已經是有脂肪肝的 凡是你的肚腩 是肥了那些 已經有脂肪肝的 所以你就預防 最好你就盡量 少吃這些不健康的糖類 還有有時折食是好的 折食是好的 因為它會令你燒了這些糖分 以及燒了這些脂肪 還有甚至有癌症 癌症是靠什麼 癌症細胞靠什麼 靠糖分 不吃糖分 那些癌細胞可以餓死的 會減少有癌的可能性 還有皮膚問題 很多人的健康問題 因為他沒有管理好 每天都不開心 每天都在夜睡 每天都在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發脾氣 所以他的身體是不會健康的 如何帶來身體的醫治呢 最主要是耶穌是醫治者 因他受的鞭傷 令我們便得了醫治 耶穌為我們受了鞭傷 以至我們可以得著醫治 還有聖經說到 神職歧視是正實所存的道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 馬可十六章十七節 信得人必有神職除弱他們 就是奉穩命趕鬼 說身謊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麼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暗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職除弱 正實所存的道阿門 這裏說到信的人必有神職 這裏有多少人信耶穌的 全部都信 那你是不是也應該有神職 我想問這裏有多少人 你為人祈禱有神職發生過 請舉手 有多少人 感謝主 感謝主 不過很少 信耶穌這麼多 為何這麼少有神職 原因在哪裏 我們不相信自己真的有這個能力 不相信神將這個恩典給我們 而且我們覺得很瘀 一會兒祈禱他不得醫治便很瘀 於是不敢去用 其實我們基督徒放膽去用 即使本身是初信的基督徒 你恆心一班人一起討告 一同神會看到你的信心 施行醫治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 我們有信心去做 這樣的時候神就會大大的使用你 因為聖經說 信的人有神職 就是奉我命趕鬼 如果你見到人有邪靈 你可以跟他趕鬼嗎 可以嗎 可以的 個個都可以 小朋友都可以 你都不是小朋友 少女 小朋友都可以 都可以的 個個都可以 求主幫我們有信心 能夠奉耶穌命趕鬼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神職的目的是什麼 用神職隨著 正實所存的道 就是 這些神職是正實所存的道 在網上 英文有傳流的 有些人在街上操練為人祈禱 真的在街上為病人祈禱 真的有些人馬上得醫治 這個真的很神奇 我們怎樣能夠得到醫治呢 就是一定要學心靈的祈禱 用心靈誠實 真正拜父 我們一起讀一下 要用心靈和誠實 拜他 因為父要者用的人拜他 那個要字 原文是尋找 尋找 尋找什麼人 是用心靈誠實 不是一個口說 譬如當你敬拜祭美討告的時候 你是這樣唱歌 你這樣口說 因為心裡面的神 你真好 我依靠你 我感謝你 我喜歡你 令我歡喜來 從心靈發出是非常重要的 我將心靈拆開做 魂和靈 魂包括思想 整個思想說 神是最好的 神掌握一切 我親近神是最好的 意志 我決意聽全耶穌說 然後 我的情感 感情 就是 心喜歡神 大家喜不喜歡神 如果你有養狗 你喜不喜歡狗 我知道有些人不太理會狗 但有些人養狗 尤其寵物狗 是很喜歡的 抱著牠出街 會很疼牠 因為狗很好反應 我想問你 狗對你好 還是神對你好 那當然是神 不過很多人愛狗 多於愛神 牠真的很疼愛那隻狗 但是對神是不是很疼愛 神啊 那件事你不開心 我千萬不要做 你開心的 我一定做 是不是會這樣 很多人不是這樣 因為牠的感情 放在狗那裡 放在手機那裡 放在網上的聯絡 很多人現在變成這樣 溝通只是網上溝通 沒有跟人面對面的溝通 減少這些 變成人際關係就不好 只是在網上 有幾個人稱讚牠 那牠就覺得很開心 那這些 其實是追求一種虛幻的友誼 那我們學習如何呢 跟神有一個真實的感覺 關係 有些人說 我又看不到神 我怎樣能夠實際去愛神呢 大家喜歡吃東西嗎 你吃的東西是哪裡來的 你當然是說 爸爸媽媽媽煮給我吃 但是牠們都有材料 神創造 有泥土 有雨水 有太陽 有種子 先有這麼多種生物 即是神做很多種生物 不過現在一直有很多種 已經絕種 一直越來越多絕種 神做這麼多 我希望大家喜歡神 我們不聽說神都感動我們 我們就喜歡神 我希望大家一想到神 神真是好 多謝天父 我喜歡天父 我經常都很喜歡神 因為我覺得 全世界沒有人像神那麼好 我太太對我是好好的 真是好好的 好到不得了 不過跟神比都沒有得比 我想到太太 我就多謝神 神像我太太給我 我不是覺得 我不是覺得 太太是另一個祝福 太太是神裡面的祝福 神將所有好東西 給她聽說的人 我希望大家 感情放在神那裡 以整個心靈去敬拜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你嘗試長一點時間在家裡 多謝你 多謝你 從心靈發出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天父真好 當你時時喜歡神 神就會做很大的工作 在你的生命之中 還有神是用讚美做祂的居所 所以時時讚美祂 感謝祂 神就住在你的讚美之中 神就和你一起了 有一點很重要 以耶和為樂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這個在詩篇37篇第4節 以及以賽書58章14節 我們讀開頭那裡 你就以耶和為樂 耶和要使你成家地的高處 即是當你以神為樂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以及叫你成家地的高處 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為什麼以耶和為樂 多謝神 我有一切都是神給我的 我開心因為神給我的 我有屋住因為神給我的 也不是神給我的 我自己賺錢而已 我們有能力是神給我的 有太陽與水 我們才能夠食物 才能夠做工 才能夠賺到錢 如果沒有太陽與水 這個世界會立即毀滅 你知道沒有太陽 這個地球會凍到離山 但是所有人都死光了 全部死光了 我們的生命是在乎神的 一切都是在乎神的 那你就說 多謝神 我有生命 我有氣息 我有聖靈 我有永生 我有一切都是神給我的 我以神為樂 我歡喜神 我開心 因為神而開心心 這樣神就歡喜你 神是找那些因為祂而開心的人 這些人都是依靠神 神是很歡喜 那你就會得到祝福 你也可以奉耶穌明 趕邪靈 因為有時有些疾病 是由邪靈而來的 不是全部都是 有些是 那你怎麼知道呢 你跟祂祈禱 祂有些反應 有些奇異的反應 有些什麼奇異的反應 這個人比較極端 他的手真的硬了 你看到他的手硬了 他硬了不動 他整個人都硬了 我就叫他悔改 將生命給耶穌 當他一給耶穌 他的手真的鬆開 然後他看到天上拍掌 在網上也看到這個影片 不過我放在神次的恩賜牧師 因為我宣教的影片 我為了保護 放在恩賜牧師 在恩賜牧師 有這個影片 他初來硬了 後來祈禱都鬆開了 有時人的疾病 可以是魔鬼 偷竊殺害偉懷 因為當人在罪惡之中 魔鬼就有權兵入你的生命去影響你 我們求祈賜給我們信心 我們在所有的黑暗權勢 如果有人 你的心整天都生氣 你是容許魔鬼有攻擊你的地方 經常想起一些不好的事 污衛的事 上網看色情的事 看一些不應該看的影片 對人有一種怨恨 負面的想法 這些全部都會被魔鬼留地步 可以帶來身體的冒病 還有時時被聖年充滿 聖年充滿就是跟神有密切關係 時時有密切關係 神就會做奇妙的工作 有些人以為聖年充滿就是大喊 充滿啊充滿啊 不一定是這樣充滿 是你的心很愛神 很聽神的 時時遵從神 並且服侍神 榮耀神 這樣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充滿 而是親近神就被聖年充滿 怎樣長期被聖年充滿 你就可以帶著能力為人祈禱 第一就是對付罪 因為罪是被魔鬼留地步 神不喜歡的 第二就是聖經 聖經是 裡面有很多神的寶貴應許 你觸實那些應許 以耶穌為樂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就叫你誠價在地的高處 你就觸實這些應許 你先求神的國和義 一切就加給你 你愛神 神為愛祂的人 預備眼睛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人心 未曾想到 你觸實這些應許 你就說 聖經是答應 愛祂的人 遵從祂的人 服侍祂的人 先求祂的國和義 以神為樂的人 是神的祝福 神不要說 只信耶穌 什麼都不改變的人得福 因為他只信耶穌不改變的時候 祂是被魔鬼留地保的 我們就觸實這些應許 第三 信心 我相信一祈禱 神就喜歡我 神很歡喜我 很喜歡親近我 祷告盡量長時間 讚美神 愛神 感激神 歡喜神 用心靈去敬拜祂 這樣會帶來神更強烈的同在 如果你有幾個鄰居一起 或者不是鄰居 總之一起祈禱 是可以帶來很大的祝福 我之前在這個教會 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帶領一個聖靈的聚會 當時有很多神跡歧視發生 很多人靈命更新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聚集一些人 一起去多禱告 遵從神 尤其是大使命 因為聖靈的能力是要傳呼音的 不是只要來享受的 去祝福人 去更新人的靈命 大使命不僅是傳呼音的 亦是更新祂的靈命 凡耶穌所吩咐都教訓祂遵守 很多人就傳了呼音 你信耶穌可以了可以了 還不可以 他只是開始 就像嬰兒 嬰兒你放在街邊 行不行 他會死的 一個人初信主 你不理他 你不跟進他 他會離開神 我們一定要繼續幫助他 處理生命 所有負面的東西 垃圾清理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和按手祈禱和聖靈充滿的聚會 是會有幫助的 當我們多親近神 神的同坐對我們有幫助的 這個Kathryn Kuhlman 她真的有很多神跡歧視 她很強調她和神關係 她就叫別人 你千萬不要得罪我的聖靈 我的聖靈 她說到聖靈是她的 我的好朋友 你不要得罪我的好朋友 她說話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說到 你們不要冒犯神 得罪神 這個叫Robert Liardin 她就創立了四十間教會 五間國際聖靈大學 她在小時候 在Kathryn Kuhlman 庫爾曼聚會 她看到 有個修女的手卷曲 坐在輪椅上 手不能動 腳不能動 她覺得 在聖靈大學的時候 當Kathryn Kuhlman 帶著人們一路祈禱的時候 然後到某時候 一路讚美 一路祈禱 一路祈禱 就開始有些人得意志 她就看到這個修女的手 一路伸直 骨頭一路伸直 一路伸直 一路伸直 Robert Liardin 也寫了一本書 《神的將領》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這本書 他收集了很多人 滿有聖靈能力的人 這些故事 在網上都有看 不過全部都是英文的 她看著這個修女的手 一路伸直 然後另外那些修女 又幫她 然後她站起來 她從頭坐在輪椅 然後站起來 然後很硬直地走 越走越順 那位由Kathryn Kuhlman叫她上台 Robert Liardin說 是我親眼看到的一個神跡 她說我從來沒有另一個 這些報道家的聚會 看到這樣的神跡 因為她看很多很多的影片 她寫很多的書 去研究很多這些報道家 她們帶著神跡歧視 侍奉神的人 她說沒有一個人 像Kathryn Kuhlman 傅爾曼那種神的祝福 其實我們越親近神 神就祝福 另外這個就是安卡羅 就是她為我按手祈禱 而我靈命完全的改變 她很強烈就是憐憫 很大的憐憫 對於人很大的憐憫 我曾經跟她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問她什麼問題 我說你怎樣聖年充滿 她又說憐憫 我說你怎樣祈禱 我想聽她有什麼秘訣 她又是說憐憫 什麼都是憐憫 她是真的很憐憫人 我曾經參加她不同的聚會 有些在外國的 我看著她在一個球場那裡 很多報道家祈禱一會就走了 但她也不是 她不斷走去人群那裡 然後為人祈禱 走下去走去 我看到她那種憐憫人的心 當她為我祈禱的時候 有很大的能力進入我裡面 很大的愛 然後為人祈禱 就有很多神跡歧視發生 其實我們大家都可以的 你多親近神都可以的 好了 我們現在說一下過程 譬如有人有疾病 我們怎樣為她祈禱這個過程 第一 輔導 你說我不會輔導 基本上是怎樣呢 聆聽她關心她的感受 然後逐步引導她處理她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當然要學 是可以大量學 不過你上網找 輔導業務司 我也有講到一些輔導的方法 首先輔導 聆聽關心她 幫助她處理她和神的關係 以及生命中任何問題 因為很多人的問題就是 對神覺得神不公平 神都沒有幫我 我這麼多痛苦 神都不理我 神不愛我 很多人對神有這種錯覺 其實她沒有想到 她的問題是她自己的罪大 她就賴了神 她賴了神 即是譬如小孩子 不聽話 讀書又不好 什麼都不好 她賴了我爸爸媽媽 是她生我出來 她生到我這樣 我現在就是這樣 這個人不能賴 為什麼賴她父母生她出來 她自己負責她的生命 她父母幫她的地方 她又抗拒 很多人對於神就是這樣 就會賴什麼都賴她 這跟神的關係 和生命中很多的問題 經常都怨恨 經常都傷心 憂慮失眠 有些人說 真的很難 不擔心 我講一個簡單的方法 第一 深信神一定照顧愛他的人 一定 經常深信 所以我經常感謝神 第二 我們可以選擇想什麼 不是經常都要想那些壞人 有些人不是 每天都要想 他真是壞 他這樣對我 真的不好 每天數他不好 那你日數當然是不開心 我們數一下神的好 數一下弟兄姊妹好的地方 多謝神 弟兄姊妹對我好的地方 教會對我好的地方 傳導人對我好的地方 耶穌如何感動我 多謝天父 我們可以選擇想什麼 不過很多人 當然是想不好的事情 我們是否可以選擇想好的事情 人的情緒就會更加好 好了 這個都是處理生命簡化的版本 大家上網找情緒 易牧師會看到我很多影片 在YouTube那裏 第二 讓他知道神很愛他 這一點很重要 神真的很愛個個 很疼人 有些人我不覺得疼人 他說我這麼多苦 為什麼神不幫我呢 我們要想 到底我們自己有多少親近神 有沒有給神機會改變我們 醫治我們 親近神的人 一定會說神是好的 我想問大家 這裡有多少人 你會說神是好的 舉手 有多少人你說神是好的 感謝主 很多舉手 我再問一個問題 希望我們不要介意 你有時候會埋怨的 有多少人會這樣 可能大家覺得很不好意思 你不要舉手也不要緊 但其實很多人都會埋怨 為什麼呢 雖然神這麼好也會埋怨 因為總是有些困難 我們就注目到一些困難 但如果我們注目到神 其實神很疼我們 很愛我們 很想和我們建立關係 很想 神很想 其實神單戀了我們很多年 知道嗎 我們還未信耶穌 神已經在愛我們 所以就單戀了 我們還未有愛祂 是祂找我們 而有時候我們信耶穌之後 都不愛祂 他仍然是單戀了我們 我們希望 我們真是回應 你想想 如果你知道有一個人 他有才藝 什麼都相傳 什麼都厲害 而他在單戀了你 你會不會很開心 當你還未結婚 這個人什麼都好 他在單戀了你 你知道你會不會很開心 你會很滿足 其實神是最好的 神可以把最好的給你 你什麼缺乏 神都可以幫助你 雖然跟耶穌不一定代表你大富大貴 代表你有充足 但神也可以叫你大富大貴 以至你能夠做更多善事 更多奉獻去祝福神的兒女 我們真是深信 神是經常祝福愛祂的人 於是對神有個正面的看法 所以為人祈禱病得意志 首先讓祂知道 神很疼你 你相信神疼你才能夠容易得意志 如果祂經常埋怨神 祂是很難得意志的 第三 帶領祂輕鬆喜樂 愛慕神和享受神的祖告 越來越被聖年充活 我講到祖告 有些人祈禱又如何 病得意志 神啊他又頭痛 又胃痛 又失眠 又很多麻煩 又皮膚病 神啊你快點醫 快點醫 他很慘 他欠很多錢 他現在沒有錢 他要入醫院 很慘 他要動手術 求神醫治 他慢地告訴神 神已經知道了 耶穌說到祈禱 祂說你不用用很多重複話 以為話多了必蒙誰聽 因為神已經知道了 那是不是我們不用祈禱 是要祈禱 你一樣可以求 不過你不用說五十次 不是說來說去 而是多些讚美神 聖經說到 神住在我們的讚美之中 我們愛慕神 神是為愛祂的人 預備眼睛未曾看見到 未曾聽見人生 未曾想到的 就是包括醫治 你愛神 所以你有病 你不是猛地求神 快點醫治 神已經知道 而是我們的同神關係不好 以至神想祝福 反彈了 如何反彈呢 因為你的心不開 就彈開了 心門沒有開 門關了 於是神的祝福反彈了 求主幫助我們 經常都歡喜神 祈禱 祈禱多些 多謝耶穌 耶穌愛我 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有些人會說 耶穌知道 我愛祂 要不要說這麼多次 有些人會說 要不要經常都叫耶穌的名字 其實這是為了我們的 因為當我們經常都想到神的美好 多謝天父 心就開了 心開就會得祝福 大家留意一件事 你平時都跟神關係好 但你有一天很繁忙 很不開心 有些事發生 你的心真的會煩亂 立即會不平安 我們就需要即時討告 討告不是昨天的討告前 日的討告 是日日的討告 是時事的討告 你早期完討 夜晚一刻 或者有什麼事發生 你立即會煩惱 立即祈禱親近神 祈禱的時候 多些宣告神愛我 神祝福我 神跟我一起 多謝耶穌 愛慕神 享受神 如何享受神呢 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平安舒服 多謝天父 放鬆的人 哈利路亞 他人會鬆的 感激的神 祈禱會舒服的 我們就享受神了 吃東西時好吃 都說神呀 你做龍蝦真的好吃 你做些芒果 番茄柳 很多東西真的好吃 多謝天父我享受你 什麼都享受神 享受神給我們的平安興省 這樣我們祈禱就得力 人就多得意志 第四 如果你的靈是潔淨 你怎麼知道自己的靈是潔淨 第一沒有邪靈搞妖 有些人在睡覺 經常被邪靈壓 鬼壓 經常有些不好的意念 或者被邪靈搞妖 這樣的時候你不要為人按手祈禱 因為邪靈都是來著神的 神創造天使墮落之後變成邪靈 所以邪靈跟聖靈有類似的 聖靈可以透過按手傳遞 邪靈也可以 所以當你不潔淨 你不能為人按手祈禱 但你靈裡是潔淨的 你是愛神的 你的主力是生命的 你不是活在負面情緒裡面 你可以放心為祈禱 按手祈禱 在祈禱之後問祈禱 心靈和身體有沒有任何的經歷或感受 祈禱覺得平安、輕省、舒服 我為人祈禱 絕大部分都立即覺得平安、輕省、舒服 祈禱已經覺得鬆了些 身體的痛楚、不舒服 立即鬆了些 我便說 神開始醫治你 你繼續祈禱的時候神會祝福 有很多次很神奇的醫治 是我經歷過 見到很奇妙 也帶人信耶穌 有一個婆婆我為祈禱 她本來是幾種絕症 心臟病、糖尿病、神衰竭、中風 醫生說不能醫治 所以不會洗神 但我為祈禱覺得很舒服 我問她你信不信耶穌 她說我不信 因為我擺了觀音很多年 但我繼續為祈禱 我繼續為她的家人祈禱 她家人都經歷聖靈 每個人都信耶穌 是她一個人不信 我後來忘了 沒有去探望她 過了半年後她忽然間 跟她的女兒說 為何今天耶穆斯沒有來 這個聖靈提醒她 忽然間她說 為何耶穆斯沒有來 她的女兒立即找我來 為祈禱 我問她 你覺得如何 她很舒服 我便說 佛有沒有這樣幫你 她說沒有 觀音有沒有幫你 沒有 你信真的是真假的 她說我信真那個 她立即信耶穌 立即願意拆偶像 立即受洗 真的有很大的改變 醫生說她一定會臨死前 是很痛的 但因為神衰竭的尿毒會很辛苦 但她是沒事的 是很舒服 很平安 她家人問醫生 她說她很辛苦 要打孖非心 她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神就祝福人 所以有一晚她看著天花板 一邊看一邊笑一邊笑 她的女兒覺得她一定會見到一些儀仗 見到天堂 或者見到耶穌 天使 她又跟她的子女傳福音 叫他們信耶穌 有一個很大年紀的婆婆 臨終的時候 說她祈禱 居然帶來這麼大的改變 在我生命中 試過很多很多不同的經歷 希望大家都相信 你靈理清潔 你為人按手祈禱 是很多人得幫助得醫治的 問她有沒有什麼經歷 她又覺得平安興省 神祝福你 那你越多親近 越感謝神 即是謝謝耶穌 立即覺得輕鬆一點 她得到改善 你看耶穌這麼好 你愛耶穌 她越愛耶穌 就越得到醫治 第五 如果對方有邪靈 需要幫她處理生命 和清理邪靈 第六 告訴她 神一定祝福愛她的人 所以她每天 越多愛神 以及以神為樂 遵從神 她的醫治 可以越來越大 最後我也說了一點 接受有時 人不得醫治 聖經都有 寶羅 她說你們知道我第一次傳福音級 是因你們有疾病 有些人說 為什麼寶羅都會有病呢 因為我們始終還未到天堂 在世上有不同的原因 人可以有病 我們不去問為什麼 我們只是說主權在神的手中 我有病我就倚靠神 我就親近神 神叫我能夠平安 興省舒服 我就感謝神 就不要埋怨為什麼不得醫治 即是寶羅都會有疾病 提摩泰屢次患病 所以可以稍微用點酒 爾巴菲提實在是病了 幾乎要死 她和寶羅在一起 寶羅一定有和她按手祈禱 但她也沒有得醫治 不過後來得醫治 初初幾乎要死 後來又好回來 特羅菲摩病了 我留他在米尼多 有些人物還沒有得到醫治 但不要緊 在神的手中是最好的 記實這一點 在神的手中是最好的 首先我們有病 叫我們更加依靠神 神醫好了 我們就感謝神 神沒有醫好 這個疾病叫我們更加依靠神 神體重這件事 神就會祝福你的生命 後主幫助我們 你們會不會對神更有信心 和有信心 多去祈禱 和為你周圍的人 你周圍一定有很多人 又失眠 又不開心 其中心靈醫治 有些人不開心 和煩惱 你可以為祈禱 祈禱他覺得鬆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有多少個人願意 你說我 有機會我願意為人祈禱 去幫助他 處理生命 讓他更加愛神 經歷神的祝福 有多少個願意 舉手 感謝主 感謝主 身邊 酷